本来以为我为了拜拜已经够平了 直到我看到脸金泥就啪 这玩意儿怎么带出门啊 至少还这么多人喜欢 尘管拿下 反手就是一个侧屏的大动作 我都要看看 不涂防晒霜只有脸金泥 能不能抵抗住28度的大太阳 那时候不幸晒黑了 这工商高低得给我点个赞吧 先戴上看看啊 好像还行 好像有点好看呢 这面罩加直辣帽的设计倒是很不错 当想到像平时酸山烂脸的时候 就可以带它没有心理负担地出门 不用涂防晒 也不用戴帽子口罩啥 钉钉光浪了一堆 刚刚说这层布是什么 云纱防晒材质 这么薄 真的能抵抗住 这么长时间的暴晒吗 不行 我得先测一下 好吧 那咱就出发 过去 我的腿都要登出火星子了 这个帽园也没有翻 抗风性是真的可以 裁剪很贴合脸型 而且这个小帽园 真的很有氛围感 就那时候一点点没露 人家也会觉得你是美女 有一点不得不夸 它虽然包括颜色 但我戴了几个小时下来 都不会闷 鼻子里是做了透气的 立体软骨设计 之前戴过一些面罩 没多久就缠不过气了 整只被自己挟持 一天下来好像真的没有黑 车上也是最容易 被晒黑晒老的环境 光老化的威力 还有谁不知道吗 以前年少不懂事 一暑假学习车 脸黑得更换了个人种 现在不涂防晒的时候 坐在车里真的有点心活 还是大太阳天平面罩 这个真的还挺什么事的 姐妹们 这面罩我已经测了 差不多半个月 这半个月我都没有涂防晒 但脸上的肤色基本没变 本来以为会大翻车 结果居然变成了反乡种草 就这种帽颜面罩 一体的脸精灵 真好方便 尤其是日常通勤多的 实用性还是非常高的 很难落魂 还好我一下整了这么多 但我看有的颜色都断货了 人喜欢穿低领衣服的话 可以入这种 薄紧加长款的 直接一步到位 一八五双开门冰箱 还有安全感 还想看什么 评论区告诉我 下回